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今個星期科技新G的時間 今集由我表妹為大家進行報導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 Gadget Gang的影片 還要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未訂閱的話就要快點訂閱 按下小鐘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繼之前一度成為液化的卷軸式螢幕 今次有由LG Display研發的全新螢幕技術 是全球首款高解像度的12吋可拉伸螢幕 重點是它能夠承受各種粗暴對待 這款新螢幕採用了巨彈性特殊矽膠製作而成 可以由12吋拉伸到14吋 好像橡筋一樣 亦都因此能夠做到不邊形和不損壞 即使將它任意拉伸、摺疊、扭曲 都可以回復原狀 形態上已經超越業界內現有的摺疊 或者滾軸螢幕技術 官方聲稱這一款是首款擁有20%可拉伸性 同時有高達100ppi解像度的RGB全彩螢幕 擁有小過40mm的Macro LED 能夠承受外界的重力衝擊更加耐用 LGD-State希望一類新型態螢幕 日後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物件的曲面上 例如交通工具、家具、衣服等等 這樣看來這項新發明的應用的確指日可待 iPhone推出摺疊機一直都是傳言 蘋果亦曾經透露要2024年才有可能真正推出 但有科技團隊已經急不及待自己出手砌一台iPhone摺疊機 這部名為iPhone V的自製摺疊機 在改裝過程困難重重 它以iPhone X為基礎 先遇到摺疊機螢幕的問題 足足在半年內失敗了36塊螢幕 才做出成功的iPhone游性螢幕 至於轉軸教鏈方面 團隊提出了使用Samsung或Motorola的教鏈這兩個方案 最後發現Samsung的與螢幕不匹配 亦都可以說是因為今次iPhone游性螢幕的摺疊角度不如Samsung 所以未能夠做到完全合上 最終採用了Motorola的教鏈 可以為手機保留更大摺疊空隙 解決了外觀問題之後 是時候解決最麻煩的零件排列問題 配合3D打印和另外訂製的游性排線 改裝之後不得不起身某些原有性能 例如沒有了無線充電和變了單聲度喇叭 而電池容量亦都降至1000mAh 團隊亦都有改造軟件部分 令到這部iPhone X可以在應用程式內 將螢幕上下分割為一半的效果 雖然改裝之後沒有某些原有iPhone的功能 但這部改裝的接機版本 應該都足夠日常生活應用 當然還有很多可以改良的地方 但自行改裝都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都很令人佩服 而且就這樣看 iPhone接機的外形看上去都挺有型 真是挺期待官方的推出 台灣無線充電品牌Basilo 最近公佈了一共三款的 Prelude X系列 MagSafe無線充電器 最多可以同時充三個裝置 早前中籌成功 預計2023年1月開始出貨 比現在支持的Bakka 先介紹一下Prelude X XR MagSafe 另一面同時為耳機盒充電 真是挺方便 當然亦都有支援有線充電 有Type-C插口 另外還有Prelude XS MagSafe 有別於普通充電插頭 這款是磁吸式的無線充電插頭 只要垂直將手機貼上就可以充電 它支援27W快充 不過由於它是兩腳插頭的設計 就不太適合在香港使用 有看過刀劍神域的話 都會知道劇情之中 你有一個名為Never Gear的VR頭戴裝置 最近有位粉絲決定 將在劇情中發生Sword Art Online事件 2022年11月6日 正式公佈這個裝置的真實版 這位粉絲就是VR公司Oculus 創辦人Palma Lucky 作為刀劍神域的死忠 決定以這個超神的方式紀念故事情節 動畫中的頭戴裝置 會以強大的微波光炸大腦 但這個真實版設定會有點不同 它在頭頂設置三個爆炸藥模組 透過偵測玩家在遊戲中死亡時的紅點陰影 自動引爆炸藥 除了紀念情節之外 它覺得只有將遊戲體驗的風險極端化 才能讓虛擬世界與玩家的互動更真實 而死亡這個後果 足以令玩家100%投入遊戲 所以才研發出 這個真實版殺人VR頭戴裝置 它目前仍在研發的階段 系統還存在誤殺的可能 連創辦人都未有勇氣親自進行測試 不得不說 這個VR頭戴裝置的想法真的有點瘋狂 幸好即使開發成功 都不會大量生產 暫時只會以藝術品作為主要用途 不過這次真是為VR遊戲裝置業界 帶來了一個衝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奇 埃及金字塔內部到底是怎樣的樣子 其實遊走整個金字塔很需要體力 有些位置甚至是親臨現場都沒辦法進入 放心 有一個網站正正可以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馬上來看看 這個是哈佛大學主導的Giza Project的其中一個研究內容 而胡夫金字塔正正是我們要進入的金字塔 旅程的操作方式很簡單 跟Google Map的街景服務一樣 點擊相前往的位置 鏡頭就會自動前進 上下左右滑動可以全面看清四周的環境 最重要的是 現實的金字塔裡面 某些位置是禁止遊客前往的 但是在這個網站內 可以無視全部禁止進入的警告牌 繼續點擊前進就可以 所以稱之為史上第一個 可以真正全面探索整個金字塔內部的服務 還有就是 現實中有些通道交窄或是交矮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輕鬆走過 而這個旅程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家 動一動手指就可以輕鬆通過 當然 親眼欣賞所帶來的視覺震撼 無法和螢幕畫面相比 但至少可以過下眼癮 之後有機會再到訪真實的胡夫金字塔 今集科技新珠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歡迎留言給意見和我們聊聊天 記得追蹤我們Gadget Gang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